年紀也有那麼長,但他們用替身還是不停打 會NG,會拍很多鏡頭 但劉小龍和陳冠泰現在的身手都很穩定 陳冠泰就肥一點點,劉小龍的腳很厲害 拍的過程是看到,總共Feed,打了上去總共會看 我又再說一下翻譯,他問最難忘的是哪一部分 劉永昌就說,因為他大部分都有替身,所以不會太困難 不過他覺得有兩位演員,楊小龍和陳冠泰 他們是完全沒有替身的,以他們的年齡來講 雖然陳冠泰是有一點點胖,不過他還是覺得他們兩個是 我翻譯的,對吧,我直接翻譯而已 那就是說,雖然他們是沒有替身 不過他們還是非常的專業,演得非常好 這是讓他們非常難忘了一點 好,那麼現在可能在座,可能有些人有些問題吧 看完之後,不知道有誰有問題呢 可以隨意發問,你們只要舉手呢 我就把麥克風發給你們,好嗎? 有誰有問題嗎? 謝謝你們,請問我看那個電影 不是最後一個有說,你懂不懂 還是我挖挖的不懂 這也是,你跟我講嗎? OK,你不會太懂了 其實很簡單,其實阿炳哥,我想你聽到明星阿炳哥說的那些話 譚炳文也有一輩子 其實你明白嗎?其實我們就說,全怕少壯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我們面對難題的時候 就一直衝過去,什麼都不怕,不怕 但是其實隨著年紀成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周邊的人,我們的前輩,他們的經驗 原來我們錯過了 我們覺得自己OK 我們覺得自己今天以我為做一個中心的時候 這些都行一遍 但是原來他們的經驗,有些人我沒有 但是這一刻,我不會知道 當約乾年之後,看回 等於爸爸小時候罵你 臭小子,永遠都說什麼什麼什麼 都要明白啊,老爺,一定這樣說 但是當你做了爸爸,或者做了人生業 你會說,原來我以前的老爺說的 還不正步 真的 有些人說,經驗是我們本身未有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明白的 我們當然很努力去做 所以你看回整個戲 這句話是我們頗重點的 你看回最後的主題曲 我由MCC去唱的 為什麼我用新詞舊曲去交替呢? 我們其實說,因為我們小時候 一定覺得自己OK的 全怕少壯嘛,我們年輕人 沒有問題,我們有青春,青春無定 我們可以面對很多難題 以為自己能解決到 其實有些事情,我們永遠無法解決 我們需要借助前面的經驗 這就是我們今次這部戲說的主題 包括我們面對生活的自己的難題 一定要打擂台 因為我們其實每天都在面對擂台 我們在工作上面對很多難題 不知道怎麼解決 有時候除了自己努力之餘 也會借助朋友和前輩的意見 在生活上,可能我們也在面對 不知道怎麼解決 聽很多人的說話 令到自己可以食壞 都是一個方法 變成這就是我們整個戲的主題 你明白嗎? 謝謝 好,剛才他講的實在太精湛了 實在太多東西要翻譯 我大概就翻譯一下 其實呢,整個戲的意思呢 就是,最後那一部分 就是我們有時候全怕造帳 那個當時的造帳 就是說呢,我們有時候會很年輕的時候 我們是很多東西都不怕的 不過我們卻沒有一樣東西 那就是經驗 雖然我們有時候很努力去嘗試 不過我們卻沒有那些經驗 那呢,有些東西呢 就是一定要達到某個年齡呢 你才會了解到的 我們人生每天都會面對許多問題 就好像他說的 我們每天都是在打雷台這樣子 不過呢,有些經驗 確定是要達到某個年齡 或者某些 達到某個階段 才可以真正體會到這些 他的整體之處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請問還有誰有問題嗎?來 後面開始 請問導演女主角假料 是不是真的會打精湖 啊,果然有看東西啊 其實他這地他真的有學過 因為他本身又沒有到底 所以你看到他的腳都挺高的 這個就是我們在很短時間 去將他訓練 希望出來 即使你不是真真正正 學到很多 他都學會一些 其實他現在真實生活 他是陳觀泰 和泰迪羅賓的徒孫 因為泰迪羅賓和陳觀泰 他真的學一門叫做大聖劇話 即是厚權 其實他們真的學這門功夫 現在假的確是在學這門功夫 拍這部影片之前就剛剛拜了一個書 現在有學 在那時他們出來的效果 就挺有玩有玩 他不是新星嗎? 這個是不是他第一部的? 以我理解,他應該是第三部左右 但是之前,因為很多人 可能如果你問這些,你都頗留意他的發展動態 不是,我是說真的 因為他之前是比較少女形式的演出 以及整班都是年輕人的電影 還有可能大家眼中的性感 但是我們覺得他其實是挺有甜質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用了他 剪掉他的頭髮 因為之前很長,我們說不需要剪 所以全部將他改頭後面 因為我們很希望通過這件事 讓觀眾看到 其實有些演員是我們平時沒有真正正去發掘他 好像我們這次用一些前輩演員 其實大家都可能有十幾二十年沒有見過他 但是不代表他不行 我覺得他可以的 只不過我們面對很多 可能很多做生意的人 覺得賣不到的,老闆 我們要想辦法 或者面對一些新的演員的時候 不知道他行不行的 沒有人撐出來就知道他就可以了 不過你有信心去訓練他 或者你通過導演的鏡頭拍到他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今天整個戲 你看到整個組合 如果在之前來說 沒有人覺得是一個怎樣的商業組合 一定不是一個商業組合 但是我們有信心 因為通過劇本 導演的鏡頭 我們之前的準備功夫訓練 一定會將他包含出來的事情 現在這些就是明星 好像包括賈雨晨 接下來又有戲做 好像Teddy Rubin 接下來又會再拍戲 再做導演 又開始會約 其實就是等到一個機會 變成我們這件事 打擂堂這件事 我們是有幾個背後意義在 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平台 給一些沒有那麼活躍的演員 或者有錢得業被雲亡的人 我們將會推翻上前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發現 在這方面要恭喜導演 如果沒有成功 或者訴訟這個打烈神的失業的人 你真的很留意打烈神 這樣說 我先承認一下 第一,我不是導演 我是監製 這位真是導演 不過不是這部電影的導演 我是我的好朋友 這次要說一下 其實這次真的要恭喜導演 其實我已經說 恭喜整組人 我們一組人 一整組的人 在這件事頂去付出 我覺得是超額的 超級完成 因為無論是叫王爺 或是叫王爺 我不是很理會的 口比那方面 令到他們可以更上一層樓 是我自己的心願 因為我作為演員 我知道去到某一定程度 在一個身頸位 衝不破 衝不破 那怎麼辦呢 其實等到一個機會 一個缺口 希望可以再上一步 這次打烈神 這件事 可以令到很多人 衝破了這個缺口 可以upgrade 好 好 我就再翻譯一下 首先呢 後面那位先生 他就問了許多 關於這位美女演員 賈小誠 JJ 賈小誠 關於他的問題呢 首先他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賈小誠 他本身 是有學過武功的 因為你可以在戲裡面看過 他有傻過幾首 其實 剛才林佳東先生就說了 他其實是 陳觀泰跟泰迪羅賓的徒孫 他們學的這門武功是叫做什麼呢 I think that one I think that one I think that one 好 就可以翻譯成是喉拳的一種 這是真的有這種武功的 他其實是他這兩位 陳觀泰跟泰迪羅賓的徒孫 而且呢 他之前本來是長頭髮的 現在他們就給他改變形象 改了一個短頭髮的形象 就是希望可以讓他有一些突破 那其實這部戲裡面也可以留意到 有許多前輩的演員 就是比較老一輩的演員 其實不代表他們不行 只是因為暫時還沒有機會給他們 有這種一個嘗試的地方 那其實這部戲呢 就是有很多意義 其中一個意義就是可以讓這些 心境演員跟這些前輩演員呢 讓他們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發展的平台 讓他們的 好 沒事 就是這樣 然後呢 之後他又問了 其實他覺得 那位先生他說 那個導演呢 在這方面其實是做了一個很棒的工作 就是因為他讓這些心境的演員跟前輩演員呢 有一個那麼好的機會來發展 那林家中先生呢 也覺得是應該要 要讚賞一下那個導演 因為他在這方面是真的做了一個不錯的工作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他在做動作 一直翻譯回去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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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說 感谢您的观看